字幕提供 阿西拉雙親啊 不要囉嗦啦 趕快訂閱他啦 跟他上個頻道 按鈴鐺 按喜歡 然後在底下留言了啦 不要抽獎了 沒有錯 最新的 2020年 ZORA MOON 50週年的商品 還有跟Hello Kitty 聯名商品最新的 抽給你 趕快 電話起來 好阿西拉雙親啊 我們現在位在於日本的東京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介紹 來自本東京 去哪裡買蠟米小新的東西 去哪裡買七龍豬的東西 這一集 一樣是這個動漫界的始祖 算是始祖 小叮噹就你那個年紀在講 我的小時候一句叫 哆啦A夢 你知道我們團隊有一個人 最喜歡哆啦A夢 他連內褲都哆啦A夢的 可是你看這支影片 紅心未敏 我覺得哆啦A夢的商品啊 算是在日本最常見的 最有名的就是東京郊區 城市不惡朽 博物館 不過那個比較近郊 比較有點遠 對同青啊 來東京市區 要找哆啦A夢 去哪裡找咧 來 跟什麼步伐 去東京找 哆啦A夢 Let's go 第一站來到這邊是 六本木站的 招日電視台 來電視台找哆啦A夢 就對了 因為電視台在播嘛 對 進去參觀 不用錢 而且還蠻多周邊的 進去 走走 裡面不只哆啦A夢啊 小鑫跟哆啦A夢 覺得他們的兩大動漫還住啊 這邊場景拍照都不用錢 可以嘛 直光機 很經典 它有很多道具 好像博物館這樣展出啊 阿姨我問你 他自己叫什麼 小叮鈴 不是小叮鈴啦 我們那年代叫哆啦A夢 這個小叮鈴 嘿嘿嘿 老人 老人 是哆啦A夢他妹嗎 妹妹 這個妹的 這邊夾娃娃機 扭蛋機 全部都哆啦A夢 喔 北紅色限定房啊 招日電視台 哆啦A夢 限定紀念幣 一個台幣60塊 是蠻便宜的喔 最重要的就是要來逛商品牧啦 一定要的 太囂張了 這邊全部都哆啦A夢 超酷的耶 真的耶 什麼都有 跟大家推薦啦 如果你來東京 只能去一個地方逛哆啦A夢 就來這裡買吧 就來這裡買吧 這個是這個2020年 跟Halo Kitty聯名的商品 Brain 剛好今年是哆啦A夢 50週年 50週年的限定商品 一定要買 之後可能就沒有了 喔接下來 這一個厲害啦 我們位在於台場 Beaver City 這間保護公司裡面有 哆啦A夢的50週年特產 天心的啦 免費入場 免費入場 這邊還有正義門 好酷喔 他說可以講出想去的地方就帶你去 台灣 不用坐飛機耶 真的嗎 可以打開了嗎 我們可以回台灣呢各位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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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啦 什麼東西啦 這啾掉咧 看去哪裡 進來是不用錢 但如果你要玩那些遊戲的話 你只要買這個硬幣都可以玩 這邊的商品部的東西跟招數電子它不太一樣 很好設計感 這太帥了 這邊你是買衣服 還是這種毛巾 還是袋子 它幫你刺繡 繡你的名字 這是哆啦A夢的字體耶 繡起來它本來是繡不出來這種字體的 來 接下來這邊是東京車站 好東京車站這邊有兩個地方可以買到跟哆啦A夢有關的東西 限定版的 這裡才有 這裡才有 東京車站很大 所以你要走完吃在南口 一出來這一棟 郵局有兜啦A夢的聯名商品 日本的郵局都搞得跟書局一樣 就是這邊啦 哇 這邊就是郵局才有在買的一些限定商品 而且每個季節來的限定的東西都不太一樣 大家以為郵局跟兜啦A夢的聯名會有點沒種感 沒有 日本的郵局都是很有質感的 沒有開玩笑 再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種好東西 所以我自己也要買 油桶 日本的油桶 它又做成了這種純錢筒的造型 中央油變局限定 雖然有點重 可是扛回去很有紀念價值 而且這邊還有跟很多動漫做聯名的一些 文具啊 明信片啊 油票啊 這邊都很多 欸 接下來東京車站要下來 東京的一般街 這邊就是一個動漫就自己一間 兜啦A夢咧 它附屬在朝日電視台裡面 幾乎半間就是兜啦A夢的東西啦 我覺得這是2020年最強烈的 兜啦A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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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搬啊 怎麼搬啊 來,再告訴大家一個地方 這蠻多連鎖店的 它都會跟Dora夢聯名 3Coin就是3個100塊的意思啦 台幣90塊就買得到了 因為你們不能拍照 所以我們就結一些官網的照片上給大家看 全部是正版授權喔 只要台幣90塊就有了 結束啦 非常豐富的Dora夢中心行程 如果是喜歡Dora夢的朋友 一定要來照走路線走 如果只能挑幾個地方 我覺得電視台跟這裡的 台場一定要去 那如果你想要一整天都在Dora夢 就照我們自己這樣走 對,一整天 那有空還可以再去穿旗的那個 屯子博多熊紀念館 那面可能就要耗一整天了 老規矩訂閱三個頻道 還幾下留言啦 好不好 超強超強喔 超多班收留回去給大家了 訂閱起來 按鈴鐺 按鈴鐺 慢傷 - by bwd6